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光州到长城的路上 有一百二十米高的山岭 叫木岭 这里流传着这样的传说 木岭的传说 很久以前 破旧的草房里 住着一个年轻人和他年老的母亲 虽然穷苦至极 但是对母亲的孝心是天下第一 年轻人走很远的路 进深山里砍柴卖来 四奉老母 有一天 年轻人砍了一段子柴火回家的路上 遇见在西湖洗衣服的漂亮女人 喂 小伙子 什么事 你的母亲活不过明天 什么 我母亲 担心母亲有变故的年轻人苦苦哀求 这是什么话 那你知道怎么防止我母亲的死吗 求求你 告诉我 女人被年轻人的恳求和孝心感动 说 明天中午有一个老虎会去害你母亲 预防的方法是 熬一锅粥放到院子里 旁边再放穿着你母亲衣服的草人 如果老虎拿走那个草人 你的母亲就没事了 说完 女人就不见了 担心母亲去世的不想预感 叫得她整夜都不能入睡 第二天早上 年轻人按照女人说的 开始准备了 一到中午 真的有一只大老虎 慢悠悠地走过来 在院子里 转了几圈的老虎 跑到粥的前面喝完了 从门缝里看着的年轻人 稍微松一口气的时候 老虎咬着草人离开了 年轻人高兴地把事情 一无一时地告诉了母亲 是你的笑心感动了上天啊 从那以后 他们母子过了幸福快乐的日子 传闻此事的人们觉得 是年轻人的笑心感动了猛兽 因此叫年轻人木虎 叫山岭为木虎岭 只是因为口传效应 现在木虎岭被叫做木岭 虽然木虎的孝子碑 宝经风雨 但是依然挺立在 全南木材加工厂的正门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